川总又放炮了 1月13号星期五的时候 他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的时候说 和中国什么都可以谈 包括一中政策 那也就是再次开炮 呛声这个一中政策 他不一定会遵守 这个事情好玩在 他9号的时候刚刚见过了马云 我相信马云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扮演了中国政府密使的角色 那现在这个说法就相当于是个回应了 他在见马云之前是刚刚宣布 不和蔡英文见面 那我猜就是他是知道马云肯定是带来了礼物的 所以先把蔡英文放一放 这个时候需要给北京一点面子 不要太去挑怒北京 所以他和马云会谈的气氛亲切而且友好 马云事后也说他和候选总统都认为加强美中关系 美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是非常重要的 你看然后过了几天星期五川普就对华尔街日报说 一切都可以谈呢 一中政策也可以谈呢 也就是说他并不认为这个一中政策 是他必须去坚守的一个原则 好现在我们把这个话题稍微往回搬一点 为什么我说我相信马云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政府的密使呢 因为马云一开口就说要给美国创造一百万个就业机会 那这就需要大量的资本输出投资到美国 现在中国是外汇储备紧张限制资本流出 马云的这个话显然是违反政策 这说明什么问题呀 这说明肯定他敢开这个口就是经过许可的 是有人会给他买单的 换句话说就是中国现在的领导人 他可以考虑以阿里作为一个管道 用他做一个壳向美国输出资本 创造就业机会 给川普送个见面礼 帮助川普在执政刚刚开始的时候来个开门红 那相应的在外贸加关税方面啊 川普你老哥是不是也悠着点啊 至少你给我还一还嘛 我这边去库存去产能的负担还非常重 你最起码给我缓个一年半载嘛 让我这边再深入一下供给侧改革嘛 是吧就这个意思 那大家想一想 川普和马云见面也就是两个商人的见面 为什么当时川普内阁团队的人也在场呢 就说明多半是这种情况啊 就是马云前脚一走 川普团队的人马上后脚开会 考虑他开出的条件 川普在对华尔街日报采访的时候说意中是可以谈的 这相当于是个回应 就是说对马云觅食所带来这个条件 我们讨论的结果是不太满意 中国 每年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有几千亿美元 如果中美发生贸易战 那当然了 对美国这边来说会减少贸易逆差 这是好事 但是呢他也会减少对中国的出口 同时生活日用品的价格会高一些 因为从中国进口过来的产品呢 确实价格比较低廉 这样对美国老百姓的生活也会有一点影响 但是两相比较呢 可能对美国的好处还是会多一些 那么 中国那边说 对吧这个中共政府那边说 好吧 既然这样 那我再考虑再加点码 再多给你点好处看行不行 我给你投资 创造一百万个就业机会 好 那么这个条件就可以让川普 再考虑一下了 那现在看起来呢 川普对这个条件仍然不是太满意 就是给他加的这个码 也不够让他满意的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大致梳理出川普的逻辑思路 美中关系的稳定是很重要 你说的这一切 他都可以承认 前提是你只要是在贸易汇率问题上照我说的办了 那我们关系自然就稳定了嘛 所以川普的这个 这个思路是在辞令上的面子上的东西都可以给你 反正他就要那个里子 他就是要减少贸易逆差 这一切就要减少了